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说话非常容易被旁边的人带跑 比如说我现在说话就会有一些武汉味 我希望我的日常能够过得更环保一些 减少对于塑料的使用 也尽量不去购买皮包和皮鞋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鞋字品牌Rothis 它家都是一些很可爱的平底鞋 但是都不是用动物的皮子做成的 而是用回收利用的塑料瓶做成 还可以放进洗衣机里面水洗 有一款你们可能都买过的产品叫单向力 这是我在单向街工作的时候的 idea 我是单向力的妈 我的后卫箱特别乱 来吧 我高中的时候是全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学生会主席 我的票仓来源主要来自于冰箱的学名 我大概买过几十条的运动绿袋 这是我数量仅次于口红和耳环的单品 我的舌头可以这样 我拿过我们全管泰拳比赛的金腰带 而且我要在五月份参加人生第一场柔树比赛 我有一种超能力 如果我在笑的话 从背后就能看出来 不过现在只有阿姐能看出来 我的柔韧性巨差 我最推荐购买的能够改善生活质量的单品是这个 沐浴用的天然海绵 用了它之后你会发现 以前用来洗的年龙玉球 那都是在虐待自己 你会收集从世界各地旅行带回来的雪球 但是你知道吗 它们也是有保质期的 看过期 到现在还有人在微博上面会问我说 不是怀孕了吗 是的我之前怀孕过 但是后来运程停止了 这件事情到现在对我来说还是有影响 不好的一面是 当我开始开展一件全新的事情的时候 我会习惯性地害怕 这件新的事物会夭折 但是好的一面是 我可以持续不断地告诉自己 在经历过这么糟糕的事情之后 我都没有崩溃 那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把我击溃了 不过到现在我还是非常的期待 有小朋友 对我来说 一个人类和另外一个人类之间 完全毫无保留的百分之百的爱信任 依赖和连结 是我非常非常想要的东西 好了以上就是我的23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23是我最喜欢的数字 来我的微博 at alex绝对是个new 转发这条视频 就有机会参与抽奖 获得视频里面同款的 好看好穿又环保的平底鞋 我是Alex 下次再见 拜拜